透过多元的活动带领民众认识马术 从远古到现在 几千年以来 人跟马之间有深厚的情感 借由活动带领大众认识马术 了解赛事 同时能够亲近马匹 竞赛内的障碍架 以高雄许多知名的地标打造 展现出高雄多样化的风貌景致 高雄也是台湾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马术比赛 它的规矩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那因为2020其实在奥运里头 马术也是一个正式的竞赛项目 所以我们在这两天 我们透过马术的比赛 先高雄从赛马开始 我们先透过马术比赛 然后以正式规格的 国际锦标赛的形式 吸引观光客 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切磋马术 希望这样的活动 能够为我们带来观光的人潮 那长期以后 如果大家都觉得 这样的形式很好 像杜拜它也是引进观光的赛马 所以以观光的角度来做的赛马 它没有牵扯到博弈 是一个很好的经济的项目 高雄市政府的体育局 体育局跟体育会 来办理这个比赛 我们的高雄的奥登堡马场 来承办 这一次是台湾 有史以来 我们台湾马术 差不多翻展40年的 这一次是有史以来 最大的比赛 这一次有100匹马 205个选手来参加 我们从台北 我们马场就载了10匹马过来 台湾有史以来 规格最大的马术赛事 提供台湾整体马术运动的水平 希望热爱马术 了解马术的朋友 一起来感受 美丽高雄 要马港都 史方新闻 郭一文 许健一 高雄采访报导